欢迎收看今天的异想年代 今天我们的异想年代 要聊的是诸葛四郎这部3D动画 我们今天的来宾 就是诸葛四郎 他原作叶宏甲的儿子 同时也是这部动画的监制 叶佳龙您好 您好主持人您好 各位观众好 好说到诸葛四郎 这部漫画可以说是 台湾非常经典的漫画 因为它是台湾本土 漫画萌芽时期 非常经典的一部著作 一开始是在1958年的 漫画大王连载 那么太受欢迎了 风靡当时的台湾儿童 是台湾三四五年 即生的共同回应 在1960跟80年代 都曾经拍过电影电视剧 那么现在是以3D动画来呈现 所以精彩的片段 我们先来一睹为快 公主小心 保护公主 诸葛四郎 准备好受死了吗 保护公主 报告国王 有四个袭击后宫 公主 看 想救公主 拿奉剑换面具的钥匙 魔鬼党 别跑 传说记载 龙奉剑合并 天下无敌 诸葛四郎 这奉剑交付给你 你们一起合作 一定可以打败魔鬼党 龙出怒汗 警察愣来 天下终于属于我们魔鬼党的了 看 公主 公主 记住 不管你遇到任何困难 都要勇敢去面对 众之 大心 子 好 说到诸葛四郎这个漫画 其实我从小就有印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从小就常常听我妈妈说 我妈妈就刚好就是四年级生的代表 她就是看这个漫画 那个年代的一个主力 她说他们小时候真的好风靡 是大家的精神粮食 她说小时候除了课本之外 上课之外 每天下课第一件事 就是要看诸葛四郎 然后隔一天 他们就会回去跟同学一起讨论 然后所有的杂货店 都会卖诸葛四郎的漫画 所以在那个年代 可以说是造成一个旋风 在儿童节影响非常大 为什么 你觉得这个漫画在当时 为什么会这么轰动 诸葛四郎的漫画 从1958年年载了12年 所以它跟漫威漫画一样 它有一个很大的宇宙观世界观 所以它的角色设定非常鲜明 诸葛四郎两个包穿红衣 真笛一颗包穿黄绿衣 但是它的英雄又不是所向无敌 过关斩将 而是有一群好朋友 把大家一起奋斗一起努力 那它坏蛋的角色也很鲜明 带一个笑的假面或哭的假面 有各自各样的武功 机关 宝剑等等 可是我想核心的问题是 诸葛四郎它的核心价值 它是一个英雄勇敢冒险 心情友情 那这些元素是跨时代的 所以我觉得它当初受小朋友欢迎 是这样的原因 所以当时在儿童圈真的造成一个现象 你可以回忆一下当时风靡的状况 当初是这样子 一开始它是在漫画周刊连载 每个星期四出版 所以每到星期四 小朋友就春春欲动 今天出版了 大家都冲到猪猪摊一起看 因为那时候很穷嘛 大家买不起 每本两块钱 可是还是没有办法买回家看 所以是一群小孩子围在一起看漫画 然后看完漫画以后 不回家在那边玩啊什么 都被妈妈抓回家了 然后第二天星期五早上就到学校 去讨论这个漫画的话题啊 然后玩手刀啊 打打闹闹闹闹 有人还会带漫画书去学校 他就变成大家的好朋友 大家还要抢着看 所以要小心不要被校长看到 会被没收带回家看 校长自己看 老师自己回家看 所以那时候是非常风靡的一个时代 主要也是没有什么其他的娱乐 不像现在有太多选择 什么YouTube啦 抖音啦 没错了没错了 那时候还甚至还没有电视 不待细都还在后面的事情 所以那就是大家唯一的娱乐 是的 然后就超级无敌受欢迎这样子 不过呢你有提到 在文章中访谈中我有看到 就是您的父亲夜宏甲在创作 诸葛四郎那段时间 其实他好像 诸葛四郎这个角色 好像也变成你的一份子 甚至变成你的弟弟那种感觉 诸葛四郎比我小两岁 我很小的时候 爸爸妈妈讨论诸葛四郎 访客来家里讨论诸葛四郎 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很神秘的家人 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他 一直到我上幼稚园的时候 我才了解 原来他是我爸爸漫画里面一个角色 但后来审查制度实施以后 爸爸画诸葛四郎就受到很多阻力 因为创作受到审查 很多无可奈何的事情 所以就变成一个比较伤感的话题 爸爸过世以后 他就变成我们家禁忌一个话题 因为讨论诸葛四郎 我相信会拉开很多过去的伤痕跟伤口 实际上我爸爸过世的早 我有十几年没有碰诸葛四郎 总觉得好像是一些很痛苦的回忆 直到五年前吧 有一天因为要做复刻版 要再版 我重新整理诸葛四郎 把他拿出来看 非常感动 我觉得说经过这么多年 我们已经老了 但诸葛四郎还这么年轻 这么勇敢 而且他一直在书架上等着我 才让我很勇敢地继续走 最近这几步 这听起来真的好感动 他永远这么年轻 也是活在大家心目中 特别是三四五年级生 都是永远这么鲜活 有活力的感觉 当然我们知道诸葛四郎 他曾经改编过电视剧还有电影 但是这次不一样 他是原汁原味 用动画的方式最贴近漫画 但是当然改变成三地动画 也是跟漫画还是有点差别 所以这次的动画特色是如何 我想这次动画特色很重要的一点 它是经过子风车舞台剧的改变 所以在诸葛四郎这么大一个宇宙里面 子风车剧团帮他变成一个90分钟 有很棒的角色设定 角色介绍 有很棒的故事发展 然后又加上很多灰鞋 幽默 在地乡民的梗 老书迷看了非常感动 为一个儿童舞台剧感动 小朋友又非常喜欢 让我就下定决心跨出这一步 那有一个很好的故事 做一个起点 我又非常希望说 它的美术的部分 诸葛四郎像是从漫画中 走出来的样子 所以它的设定 不是美式也不是日式 然后它的色彩是取之当年 从周刊封面 漫画封面 取出来的颜色 所以它整体来讲 它会有一种很经典 但是又很现代的感觉 然后又有一种子风车的调性 很幽默 很好笑 很在地 然后我们加入了很多女历崛起 加入很多舞台剧 比较不容易表现的 过场机关 特效等等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 我觉得非常完整 非常适合合家观赏的电影 的确我觉得它的美学 也是自成一个 因为它的美学 的确就是很复古 然后很复刻的感觉 但是又不会太脱节 你就会感觉说 好像是现在看到一个 比较复古文创的感觉 但是它很有当时那个精髓 有一种那种复古海报 复古画刊的那种感觉 那其实我看了这个试片 那我也发现它其实很多笑点 那像你刚刚说的 它是很贴近乡民 然后很多就 可能就是很台湾人在地的那种 梗会跑出来 但是除此之外 我觉得它的笑点融合 是很综合面的 除了那种很在地很local的 台湾笑话 台湾式笑话 还有我觉得它有很多融入 当时当就是在可能90年代 大家看这个周星驰 喜剧片的一些笑点 很经典的周星驰的梗也在里面 所以有部分也是想要比较融合这种 现代笑话还是怎么样 或者致敬等等 很多这些笑点或这些梗 都是子风车剧团 离美国的屋里头笑话 笑点 所以我们很 我在现场 子风车演出了35场 我去了32场 我很注意小孩的反应 大人的反应 所以这些笑点 我们尽量把它收在动画里面 当然我们动画制作也制作了三年多 这中间又有很多新的时事 比如说出门忘了戴口罩 对 我OK你先领 假新闻 这一类的梗 我们也把它加入到动画里面 所以我们希望说整部动画 它是很现代很温暖 很好笑的 小朋友看得非常喜欢这样子 大人也觉得很有趣 贴近现在的时事卖动等等 会有一些共同的话题 可以有共鸣这样子 那我觉得很大的特色 还有剧中融入了非常多 很老派经典的武侠 我觉得它真的是那种 很传统式的那种 老派武侠风格 不管是动作 桥段 音乐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安排 有什么样的巧思 在这部分的安排 因为它是一个武侠片 所以我特别要求说 我们要用动态捕捉 这个方式来制作它 所谓动态捕捉 就是让演员进棚 然后抓它的身体动作的资料 然后变成3D动画去算土 所以文系的部分 我们有找舞台剧的演员来演 所以它有一些舞台剧的一些调性在里面 那舞系的部分 我们就找武打演员来演 甚至有时候还偷偷加快他们的速度 让它有一种很经典的武侠的打斗的质感 又很流畅这样子 所以我想在这部分也算是我们动画的一个特色 它在整体的戏剧方面的表演 是非常特别 非常流畅 当然我觉得这部片还有一个特色 也是比较融入现代的吧 就是它加了很多一些歌舞桥段 那我们歌舞桥段很像那种迪士尼 卡通人物就是在一起唱歌 跳舞 作为一个部分的情节 所以这部分在融入的时候 又有什么样的巧思呢 这部动画里面有四首歌 前两首龙凤剑之歌跟魔鬼档之歌 实际上是在舞台剧就有了 当然我们在这部动画里面 我们重新编曲 让它更立体 更包袱 但是我觉得在舞台剧里面 这两首歌用来作为介绍龙凤剑 或介绍魔鬼档 它是非常棒的 所以我们把它引用进来 希望维持一个跟舞台剧的一个连结 那后来我们又找了 卢广仲帮我们做主题曲 我们也请柯志豪老师 制作了最后一首片尾曲 那这两首歌我们就 融入了很多勇敢 坚持 相信 这些元素 希望小朋友觉得好听 但希望大人在听到这两首歌的时候 他会有一种感动 有一些人生经历的人 他会觉得说 英雄很敢冒险 是我小时候的回忆 也是我现在正在经历的过程 希望他会有这种感动 所以总体来讲 我们不能说我们做到像迪士尼那样 但我们尽量让这部动画 也有很多很欢乐的元素 我觉得这部片到最后 我反而印象最深刻 说看完这部电影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您对父亲的思念 它很巧妙地藏在影片的最末端 所以其实这部片 也是您对于父亲的怀念 或者是送给父亲的一个礼物 是这样吗 是 它是献给我的父母亲的一部动画 如果之前所说 漫画家在六十年前是不受尊重 小孩子喜欢看漫画 但大人不喜欢小孩子看漫画 总觉得漫画这件事情 误人子弟 怪力乱神 所以我父亲在他年轻的时候 在他晚年的时候 都很不好意思 很不敢堂堂正正地说 我是诸葛四郎的作者 即便诸葛四郎这么轰动 这么有名也是如此 因为是一个社会的氛围 我想在现代社会 也有类似的情况 所以他那时候一直不敢讲说 我是诸葛四郎的作者 我的名字叫做叶宏佳 所以在这部动画里面 我想设计一个桥段 让他能够很勇敢地 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然后把这个 说这句话的那个情境 把它记录下来 我想这是我对我父亲的一种 爱跟敬意 某种程度好像帮你父亲 完成了什么样的一个 心愿的感觉对不对 有 有 我想每个成年人的内心里面 都一直想 说要帮我的父母做件事 然后也一直希望说 我的小孩也可以帮我做件事 我想这种内生很深层的 很真诚的情感 我们透过这部动画的最后面 能够表达出来跟大家分享 也鼓励所有的大人小孩 都能够珍惜内心里面这种想法 能够为父母 也为小孩做些什么 的确因为诸葛四郎即使停刊这么久了 对不对 但是他依然好像活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 甚至像说个三四五年级生 可能没事还是拿出来 跟自己的儿孙讲一讲 那真的很希望这部动画 也可以让心里世代的小朋友 也可以有变成了 他们之间的共同回忆 那这部电影呢 真的是我觉得是好笑 然后温馨 但是他其实同时也非常的感人 我自己是哭了 那我不知道如果大家看完的感觉是什么 但我觉得不管是几年级生 因为三四五年级生可以说是找回忆 那对于七八年级生 或许可以有点好奇 对不对 朝圣 台湾当时萌芽石轰动的漫画怎么样 那对于这些小朋友呢 就是很好笑 是 对 所以就是希望这个诸葛四郎动画片 可以让更多人看到 也希望你的作品可以打卖 是谢谢 希望这是一部你可以带你父母 又带你小孩 我会这么做 不会这么做 是 那谢谢今天监制来到我们的节目 谢谢主持人 谢谢观众 好 异想年代我们就下周再会 拜拜 拜拜